在這部電影裡面的角色是叫做《零劍》 冷靜、沉靜,將這一種Sniper特質擺在我那名身上 所以他的隊伐不多 他是一個非常有自信的追擊隊隊員 他也是隊裡面一個最高技術、槍法最好的一個 這一隊Sniper隊 所有人裡面只有一個可以打到500米以外的人 其實在現實上來講 能夠打到500米真是寧寧可數 一種超然的技術 令到他自我感膨脹都是沒有人容納到的 其實是一個很孤獨的人 我在Sniper隊伍這麼多年 就只有你一個朋友 你什麼意思啊 在戲裡面原先他是最好的Tup shooter 曉冥用一個比較偏激的風式去練習射擊 他的風化又快又狠又準 他對自己開的每一槍他都有截術 可以打中的目標 但是也是因為這一種的心態 而在他做一個案件裡面發生了錯誤 導致他在那個任務失敗了 整隊人都每一個都可以支持你的證供 由今天在你會開始停車 你的案件會加入略證書跟進的 有時候很有趣的就是 每一個人在一個最超然的地位的時候 是往往接受不到一個失敗 一個失敗去把這種人擊倒了 他就是絕對是一個這樣的人 他因為這件事情而失去了自己的女朋友 失去了他的一切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只有想復仇 由國學開始走入了一個非常不幸的命運裡面 他面對不到刺激 最後是發生了小柴人和妖媚之間的一個矛盾 一個專業的追擊手 就算拿著一把Sniper Rifle 動作和神態各完全不同 當然導演對這一方面的欲求都非常高 很多時候當他們正式埋位之前 就要不停練習了 我自己也很喜歡槍 因為沒有機會拿真槍嘛 可是拍這部戲拿到真槍我很開心 有一場 他就非常努力地練習 一拍完他的鏡頭 他就會走過去 就拿著一張不停地去練習那個動作 出到零 效果非常理想 我叫上去那場戲可真是很慘 拍那場戲的時候 就真的是從這個樓跳到那個樓 很高很高的從上面看下去 當時真的是 不光是我小齊 我們大家都很害怕 導演說 開始我以為沒有問題 我說沒什麼問題我來吧 就一下子就拍到牆上了 就一下跳過了 然後整個人又跟彈回來 把大家都嚇壞了 說沒什麼沒什麼趕緊拽上來 大人說不行啊 沒有沒有沒有跳好 我說那我再來一次吧 因為我在拍戲的時候 從來都是不認輸的 剛剛開始拍的時候 也是有一場戲更可怕 我演的這個角色 要從天台上直接順著繩索 順到樓底下 當時我從上馬上看 我說太夠了 一二三也是放威亞 哇就自個自己一個人 他他就這麼彈下來 所以真是 我覺得拍戲真是挺不容易的